中东终于大乱,突发五件大事,中东突然发生五件大事,每一件都很重磅,尤其最后一件,简直让全世界炸裂。 第一件大事,土耳其轰炸叙利亚库尔德武装,很显然埃尔多安政府的目的是,趁烂消灭掉土耳其的分裂势力库尔德武装,并且借机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。 另外我们应该还记得,俄罗斯、伊朗、土耳其和叙利亚四方,曾在莫斯科进行会谈,其中有一个并不是特别默契的共识,那就是将美国挤出叙利亚,现在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,也有这一层意思。 第二件大事,美军击落土耳其无人机,土耳其外长致电布林肯,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关系非常紧密,但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的库尔德武装,与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并不是一回事。 所以当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时,美国并未做出反应,但是美军与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,这几年一直有紧密合作。 所以当土耳其不断轰炸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后,美军击落了一架土耳其的无人机,对于美军一架战斗机击落土耳其无人机一事,土邦最初并不愿承认,但很快又调整了态度。 作为北约盟友,土耳其外长菲丹,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打电话表态称,尽管美国摧毁了土耳其一架无人机,但土耳其仍将继续坚定不易的。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空中打击,报道指出,这是北约盟国之间首次发生此类事件。 第三件大事,叙利亚军校被袭,死伤三百多人。 当地时间十月五日,叙利亚霍姆斯军校在进行毕业典礼时,遭到严重的无人机袭击。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近百人,受伤人数接近三百。 其中叙利亚的国防部长,据说应早走一步而没有遭到袭击。 关于这次袭击是谁干的,这其中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也有嫌疑,但土耳其的嫌疑最大。 土耳其之所以要安排自己支持的恐怖组织,空袭叙利亚,就是在警告叙利亚政府。 因为叙利亚政府最近在伊德利不成有军事行动,而那里集中了土耳其支持的武装组织。 这表明虽然土耳其已经开始与叙利亚进行对话,但双方关系并未实质性改善。 第四件大事,美军叙利亚基地遭袭。 过去几个月,美军在叙利亚的基地频繁遭袭。 这实际上表明该地区的各方势力,正在试图将美国赶出叙利亚。 第五件大事,巴勒斯坦突然对以色列展开打击。 打击主要包括两方面,一是哈马斯的武装突袭以色列的军事基地。 据说打死乙方军营中数十人,其中一位哈马斯成员给自己的父亲说, 他一个人就打死了近20名乙军。 根据最新的消息,袭击已造成以境内至少100人死亡,908人受伤, 预计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,还有多名以军士兵和平民被俘虏至加沙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多年以来以色列最大的失败。 二支哈马斯10月7日从加沙地带,向以色列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弹。 以色列南部定居点,已被哈马斯武装控制。 当地以色列居民疯狂逃窜,双方军队展开大规模的巷战。 面对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突然打击,以色列总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。 以色列很快对巴勒斯坦进行了疯狂的反击, 现已经造成巴勒斯坦人198人死亡,1600多人受伤。 这五件大事涉及到了美国、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。 这一乱必然还会涉及到俄罗斯、伊朗、伊拉克这些国家,可以预见。 如果冲突继续加剧,必然会快速产生化学反应。 冲突会快速扩大并形成延宕效应。 对于这五件大事的发生,我认为既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 偶然在于,这些是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关联。 各有各的意图,但是仔细观察却有莫大关联。 一环套一环,尤其是前面的四个事件,其实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事情。 是各方在围绕地缘在展开斗法。 但是前面四件事,其实并不是这次大动荡的核心。 这次大动荡的核心是巴以冲突。 巴以冲突一旦大规模爆发,那将标志着中东真正大乱的开始。 所以我们看到,以色列立刻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。 这次冲突爆发立刻就上了裂毒。 双方死伤都非常惨重。 这绝非偶然,而是释放了重大信号。 哈马斯有备而来。 这次冲突非同一般。 巴以这次冲突非同一般。 很可能是全球地缘大规模冲突的加速剂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我通过观察,发现这次冲突有三大非常之处。 尤其第三点来得非常突然和迅速。 第一点,这次行动是哈马斯精心策划,主动进攻。 当地时间10月7日清晨,控制加沙地带的卡桑旅宣布, 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红水军事行动,并称已向以色列发射了约5000枚火箭弹。 而在此前,哈马斯已经发起了对以色列的袭击,打死数十人,还抢了坦克。 这次突袭是哈马斯的精心策划和准备的。 事实上早在7月4日,巴勒斯坦方面就已经宣布, 中断与以色列的一切接触与会晤。 这个时候其实八方已经开始精心准备。 第二点,这次冲突陡然升级,烈度上升极快,双方伤亡惨重。 过去巴以冲突往往会有一个过程, 刚开始就是试探性的发射几枚或几十枚火箭弹, 然后你来窝往地打一打,之后就停火了。 这一次冲突完全不同,哈马斯直接晾了家底, 上来就是5000多枚火箭弹。 这是准备掀桌子,抄家伙大干一场的节奏, 而且哈马斯偷袭已经非常成功, 不但打死数十人,还抢了坦克这种重装备。 这表明这次哈马斯出手非常狠烂于义无反顾。 而从伤亡方面看, 仅仅一天时间,双方都是上千人的伤亡。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, 由此可见, 这次冲突的烈度远超一般冲突。 第三点, 以色列立刻宣布进入战争状态, 这么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。 说明两点, 一是哈马斯出手非常狠, 让以色列感受到了冲突的惨烈, 二是以色列感受到了其他信号, 意识到了这次冲突非常危险, 事实上埃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。 10月7日爆发冲突当天, 埃及外交部发表声明称,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之间的局势持续升级, 将引发可怕的危险。 埃及呼吁以色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, 避免平民遭受危险, 并警告暴力升级将造成严重后果, 并对推动停战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。 埃及所说的可怕危险是什么? 就是我前面说的连锁反应, 它会直接引发包括大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快速卷入, 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危险。 同时埃及为什么又警告以色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, 要以色列避免平民遭受危险, 就是因为一旦出现大规模的伤亡, 有些事情就很难缓和了, 然而就以色列人的性格而言, 他们是必然不顾这一切的, 因此这次巴以冲突快速炸裂的风险非常大。 基于上述, 我认为这次巴以冲突非同一般, 而是很可能会引发重大连锁反应, 会让很多国家卷入其中, 冲突规模有可能快速扩大, 巴勒斯坦再不自救, 就没有人救得了它了, 留给巴勒斯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巴勒斯坦必须做出选择, 是当缩头乌龟彻底被以色列压迫, 甚至永远无法建国, 还是奋起抵抗, 向全世界宣告巴勒斯坦人民要坚强地站起来, 在这种时候, 如果巴勒斯坦人自己都不去斗争, 那就别怪沙特等国与以色列剪较, 出卖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了,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 哈马斯才会如此强硬地向以色列发起挑战, 巴勒斯坦人这一次再不拼, 以后可能连拼的机会都没了, 至于中国, 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, 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尽快建国, 坚定地以1967年的边界为基础进行谈判, 巴勒斯坦人民, 加油干吧, 你不争取, 谁能救你, 这次巴以冲突, 很有可能引发系列连锁反应, 大国斗争最终在中东摊牌, 打一场一决刺雄的代理人战争, 代理人战争如果真在中东开打, 美国这次恐怕保不住以色列了。